在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的一生是如此的饱受争议 即使是过了两千多年,依旧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视线大一统王城的君王 也是活了两千多年的流量明星,秦始皇 有人说他秦政有为,开创统一中国伟大功绩的千古一帝 也有人说他残暴之急,不仅是愚弱百姓,还焚书坑儒,是千古暴君 秦始皇的一生干过太多太多的事情 即使是到了现在,人们对他的评价依旧是褒贬不一 大家好,今天是七番观察室,我是庞丰 七十九关秦始皇,我一直都想好好地认认真真地回顾一下他的一生 但又迟迟没有新建文件夹 主要是以我平时的视频长度,是不可能讲清楚秦始皇波澜壮阔的一生 与大清帝国的兴衰一时 但如果不写,我实在是彻眼难理 于是我就想着,要不要先写着试着看 要是二十分钟讲不清楚,那就三十分钟 又或是一个小时,再分成两集 反正我又不是没干过 于是在一个月前,我就新建了一个叫秦始皇的沃德文档 然后就是翻阅各种资料,看书,以及一些文献 开启了疯狂的写作模式 再然后就是 实际上这点文字也并不足以道明这段历史 但要是再写下去,我怕就是七十万字了 也罢,就让我用这简短的七万字在尽量完整 客观的情况下,讲述这段往事 可是我算了一下,以我的口播速度需要接近四个小时 开玩笑呢 我又不是震头路障 一期视频接近四个小时不是要我到命吗 所以,我打算做成一个系列 而这个系列,当真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 或许没有搞笑段子能博你一乐 也没有奇观意识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心 但真的适合你在静下心来的时候 打开这个系列 听我平平淡淡的为你讲述这段不平淡的历史 公元前386年 天下群雄纷争,战势不断 无数的百姓深受战乱之苦 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此时的天下虽然依旧是周王朝 但是天下格局主要是由七大诸佛国把持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战国七雄 他们分别是赵、魏、韩、楚、齐、燕、秦 当然了,实际上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国 比如宋、月、巴蜀、中山等等 只不过他们在历史当中只是些小角色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围绕战国七雄来讲 在战国七雄中 从领土面积划分上来看 楚国占有很大军事 面积最为广阔 而齐国则披霖沿海 拥有丰富的余力资源 居民都能吃饱喝足 贸易也最为发达 所以最为富裕 秦国最初是地处西南之地 或被称为西锤之地 是建国历史上比较短的王国 地势险峻、土地贫瘠 尤其长期和西戎混在一起 因此秦国人也常被人称为蛮民 再加上秦国先祖的身份 其实就是给周千子养马 所以秦国一直被其他六国看不起 六国举行什么聚餐啊 party啊 都不愿意带上秦国 秦国自己也知道这一天 虽然出身不太好 但是他们很有上进心 而且在困境之下 锻炼出了良好的斗志 到了秦不公时代 秦国国力开始快速发展 秦不公非常重视人才 而且还得到了百里西 简叔等良辰资助 先后是击败了晋国 梁国 西戎等等 国土开始扩张 并且得到当时周湘王的认可 可是之后几代秦王政绩平平 虽然秦人都上武 但是私度成风 国力开始再度衰落 最后秦下公继位之后 他极多想带领秦国变强 所以就效仿先祖秦不公 重视人才 并发布秋贤令 广播天下人才 果然他得到了商鞅 在秦下公的鼎立支持之下 秦国开始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最终令秦国的国力脱胎宽骨 让秦国迈入了强国的行列 后来经过了多年的发展 再加上其本来就崇尚武道 所以军事实力已经跃居勤列 有关秦国的崛起 以及商鞅的变法 过程也是非常精彩 日后单独再说 总之到了公元前260年 秦国的国力在战国气雄当中 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 而且就是在这一年 秦国大将白起 率连秦国和赵国 发现了惨烈的长平之战 此战赵国大白 四十五万兵士全部被坑上 史记六个年表记载 白起破照长平 杀足四十五万 秦本记当中也有记载 四十余万净杀之 四十五万 这个数字太过夸张 但史书中有明确记载 即使有夸张成分 上网数据也必定是十分惊人 赵国大败 按道理来说 秦国人李英是最高兴的 但是有一位秦人此时正瑟瑟发抖 他就是为赵国都城邯郸的质子 秦公子一人 他姓银名子义 史记记载他名为子楚 他可不是一般的秦人 而是皇室子嗣 那他一个皇室子嗣 怎么会身处赵国都城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 国和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一会儿是各两好 一会儿又是兵龙相见 各国之间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交易 而当时非常重要的外交策略之一 就是君王将自己的子嗣 送到他国当质子 也就是人质 所以基本上各个祝国之间 都有质子在他国城市 目的就是为了相互牵制 尽量避免战事 紫义就是作为一名质子 给他照顾邯郸 而且这一待就是十多年 秦赵关系好的时候 紫义的日子过得还算潇洒 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势 甚至是对赵国开战 紫义的日子就愈发艰难 虽然赵王不至于将他杀了 但是免不了要遭受各种嘲讽和谩骂 而秦国崛起之后 势必是要灭赵的 紫义虽然是皇室子嗣 但是一般情况下 君王的子嗣众多 秦王在国事大事面前 牺牲各把子嗣也不是不行 所以紫义在赵国的处境 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可是命运的安排 总是那么的奇妙 就在紫义在寒淡当人质期间 他结识了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 不仅改变了他的一生 也改变了秦国未来的命运 更是改变了整个历史 这个人想必大家都有所熟悉 因为他在电视剧中的出境率 实在是太高了 吕不韦是蒲洋人 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 后来魏国没落了 聪明的吕不韦就走出了国门谋生 他游走于各国之间 并发现了著多的商机 于是他就开始经商 由于各国之间的战事 以及交通不便 很多商品 往往是在这个国家很便宜 但那另一个国家却是供不应求 吕不韦就抓住了这一点 贱买贵卖 他凭借着村民的头脑 以及敏锐的眼光 很快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吕不韦30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成为了天下 数一数二的大富商了 家产超过了千金 千金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点来说就是 一千个一斤重的金饼 这即使是放到现在了 也是巨斧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的吕不韦是富克敌国 家族发展一片凡 大约在公元前262年 吕不韦因为声音的事情 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 在这里 他偶遇了处境不好的子毅 子毅虽然看起来美金大财的 但是吕不韦却从其言谈举止 以及新事作风上 得出了结论 此人不是泛泛之辈 一经打听才知道 子毅原来是秦国的质子 处于敏锐的商业头脑 吕不韦认定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但是吕不韦并不着急 他可是经常的老狐狸了 老谋生存得很 他很谨慎地进行了仔细的调查 考察出了子毅的详细声势 最终得出结论 子毅拥有纯正的王室血统 可是个大宝贝 历史上常用期货可居来形容 所谓期货 就是稀奇且珍贵的货物 可居 就是可以旧货囤起的意思 吕不韦再三研究之后 决定加上所有的身家 来一场人生豪赌 不过此事事关重大 他还是得跟他父亲商量一下 《战国策情色》中曾记载有关他和父亲的对话 大致意思是 吕不韦问他父亲 投资农业 大货丰收 能够获得几倍收益 父亲回答 十倍 吕不韦又问他的父亲 投资商业 买卖珠宝 能获得几倍收益 父亲回答 一百倍 吕不韦接着问 哪投资政治 拥立君王呢 能获得几倍收益 父亲回答了两个字 无数 无数这是胜过了千倍万倍的收益 算是一个极高的肯定 如今有这样一句话 当利润超过了百分之百时 资本家就会冒着坐牢的风险 而当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三百 资本家就会冒着杀头的风险 商人逐利是天性 吕不韦面临无数倍的收益 再加上得到父亲的肯定和支持 他下定决心 并开始全面的固执 从此刻开始 他从一名商人 慢慢进入了秦国朝堂的最中心 成为秦国历史上 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 于是吕不韦再次找上了紫意 道明了来意 并且详细分析了他身处的境地 首先紫意的祖父 也就是当时在位的秦昭王 年事已高 已经六十多岁了 算是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人了 而紫意的父亲安国君 已经被立为太子 很快就会接替王位 可安国君当时也已经四十多岁了 当时那个年代 人们的寿命普遍是比较短的 所以安国君在位的时间 也必定不会持续太久 那么未来的秦王 就是在安国君众多儿子当中的一个 当时安国君膝下 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 却始终没有立下继承人 如果谁被立为了继承人 谁就是未来的秦王 按照惯例 皇帝中长子 一般是长子继承父爷 可紫意是排在中间 被称为中子 他的母亲下姬在后宫又不得宠 自己在赵国还生死未卜 按理来说 他丝毫没有胜算的机会 可吕不韦且隐晦地向紫意表示 只有你愿意 我就有办法让安国君立你为继承人 子依一听 立马就示意大礼 并表示 如果真的像你所说 父亲立我为继承人 将来我继承王位之后 必定与你平分勤国 共同之力 吕不韦在得到子依的隐末后 马上就开始了计划中的第二步 炒作子依 而当时子依在邯郸 虽然是住着独门独月 但是始终是情良不丰裕 吕不韦就耗费了大量钱财 不仅是为其壮大门户 还让其广街贤财 为其造势 他的目的就是 给子依冠上贤嫩的头衔 并且让其传到秦国的宫廷之内 在此期间 吕不韦是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就连自己最喜欢的歌迹赵姬 也送给了子依 注意了 这里可要画重点 这个赵姬可不止一般人 他不仅长得是美丽动人 而且家里也是豪门大户 更重要的是 他就是后来秦始皇的生物 随后吕不韦携带大量黄金 秦往了秦国 开始实施他计划中的第三部 游说暗国军的大老婆 华阳夫人 以子依为继承人 这个华阳夫人可不是一般人物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芈月传》吧 这个电视剧虽然是改编的 但是有部分是根据真实历史来还原的 比如孙力所助言的芈月 历史上确有其人 不过其真实名字不详 史书上就称其为芈八子 她是楚国的公主 后来嫁到了秦国成为了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有个弟弟米荣 曾经当过秦国丞相 安国军是秦宣太后的孙子 华阳夫人是米荣的孙女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结合 那是清上加清 可安国军性子偏弱 而华阳夫人则遗传了她姑奶奶 秦宣太后的基因 不仅是出身高贵 而且头脑聪明 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 她也被称为 宣太后之后 米氏家族的领军人物 也是楚系外戚势力的代表人物 因此安国军还是有点惧怕华阳夫人的 毕竟她还有依靠米氏家族的影响力 可遗憾的是 华阳夫人没有子嗣 在深宫当中 一般女性都是母凭子贵的 如果没有儿子 那么她手中的权力 就很难维系下去 也正是华阳夫人没有子嗣 安国军才迟迟没有立继承人 毕竟她还要看华阳夫人的脸色 吕不韦就正好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她决定 借助华阳夫人的影响力 让安国军立子义为继承人 不得不说 吕不韦不仅经商是把门守 政治眼光也很敏味 俯持子义上尉 对华阳夫人和子英来说 是双赢的局面 华阳夫人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 来维系她楚系在清国的影响力 虽然华阳夫人同意 受子义为养子 并且成功说服了安国军 让她立子义为继承人 这一下 中国历史上一桩重要交易 成功达成了 这个交易意义非凡 甚至影响了之后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子义在得到华阳夫人的支持之后 心里那是个激动 随后在韩大的日子 过得也算逍遥 很快她的夫人赵姬怀孕了 公元前259年 这是极度不平凡的一年 因为一位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出生了 她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银正 银正的母亲是吕不韦送给子义的歌迹赵姬 而有关银正父亲的身份 史书上的记载有矛盾 因此众说纷纭 有说是子义 有说是吕不韦 推销起来很复杂 所以有关秦始皇的绅士之谜 容我们日后单独来说 这里献出结论 银正的血统是纯正的 好 说到这里 银正出生时的大环境 以及她父母和她背后的支持者 大家也大概有所知晓 那下面就开始讲述 她不平凡的帝王生涯了 银正出生后 虽然得到了吕不韦的财力支持 但是她的父亲子义 处境依旧是比较尴尬 毕竟是远离母国作为人质 住在汉郸的 银正脸岁的时候 一场巨大的危机 正朝着她和她父亲而来 秦国大军报给了赵国渡成邯郸 准备对赵国实施强大的军事打击 史称邯郸保卫战 这下子义和银正都面临了巨大的风险 赵国有人提出 也将质子子义处死 吕不韦听到风声 意识到情况不妙 如果子义被杀 那么她之前所有的努力 都将附诸东流 于是她不惜花费巨精 买通了守卫 趁着夜色偷偷带着子义逃出了邯郸 而子义的妻子赵姬和儿子银正 则被留了下来 因为吕不韦怕逃跑的目标太大 万一被发现就完了 吕不韦告诉子义 赵姬出身邯郸豪门世家 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和你儿子的 而且银正还小 赵国人是不会为难他的 等你回到秦国站稳脚跟 然后再设法将他们母子俩 借回国就失落 后来有人分析说 吕不韦从一开始栽培的就是银正 但实际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吕不韦当初看中的就只是子义而已 想扶持的也仅仅只是子义 而且他去秦国游说华阳夫人的时候 还没有银正的 所以说后来银正的崛起 可能是吕不韦的一个意外收获 之后子义在吕不韦的帮助下 顺利回到了秦国 而赵姬和银正 则靠着赵姬的娘家帮助 在邯郸过去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子义回国之后 其69岁的祖父秦昭王 依旧在王卫沙 其父亲暗国君作为太子已经47岁了 从古代人寿命不长的经营来判断 王卫很快就会传到子义的头上 当然了 子义回到秦国之后 虽然娶了妻室 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 还在涵郸的赵姬和银正 六年之后 子义终于通过政治手腕 从赵国手中赎回了赵姬和银正 此时的银正已经九岁多了 在赵国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 回到秦国的赵姬和银正 仿佛是从地狱到了天堂一般 过上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公元前251年 秦昭王家崩 安国君在扶桑期满之后 继位为秦王 史称秦孝文王 并且按照之前的约定 立子义为太子 赵姬就成为了太子夫人 银正也被立为了继承人 此时的孝文王已经53岁了 按道理来说 没多少年可过了 可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秦孝文王算是秦国历代君王中 在位时间最短的了 在位仅仅三天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史料并无记载 如今我们也无从知晓 虽然孝文王突然驾崩 对秦国来说是个噩耗 但是对于吕不韦来说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投资这么快 就迎来了巨大的回报 接下来 登上秦国王位宝座的 就是他潜心扶持的 子义 公元前251年 子义顺利继位秦王 史称秦庄相王 赵姬秦成为了王后 子义刚登上王位 就下令大赦天下 表彰先王的功臣 并且优待宗族亲属 布施玉明 为了巩固秦国的强势地位 他依旧遵循了远交进攻的国策 对韩赵魏三国开战 他尊申母夏姬秦为夏太后 杨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 同时任命吕不韦为尘相 封文姓侯 这也对信了他当初给吕不韦 平分秦国 共同治理的诺言 吕不韦作为尘相 那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他终于体会到 父亲当时对他说的那句话 投资政治 扶持君王 收益将是无数倍的 然而仅有30多岁的庄香王 正处壮年 却又是一个短命的君王 在位时间也只有三年 公元前247年 庄香王驾崩 这给了刚当上王后的赵姬 当头一把 他的人生也由此 开始了巨大的转折 当然这对于年佑的宁政来说 更是意义非凡 这个噩耗 令诸侯各国都很震惊 连续两任短命君王 给秦国的朝野 带来了巨大震动 因为每任君王的上尉和驾崩 围绕他的各方面势力 都会出现巨大的变动 各方面的势力盘根错节 错综复杂 比如庄香王的驾崩 对于丞相吕不韦 以及华阳太后来说 无疑就是一场噩梦 是他们将庄香王府上位的 本来是前途无限的 可现在的处性就尴尬了 紧接着年仅13岁的嬴政 在什么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就匆忙登上了 秦国权力的最高峰 成为了影响中国 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代秦王 命运的安排 往往令人琢磨不透 回顾历史 有的人虽然身为太子 但却等到了迟暮之年 也没有登上王位 而有的人 还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 就已经成为了一代君王 实际上 嬴政登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一个叫陈角的 他是嬴政同父异母的弟弟 也是嬴政最大的竞争对手 可最终在明镇暗斗中败下阵来 嬴政成为了笑到最后的人 虽然吕不韦对子役的投资不顺 但是却意外疏忽了嬴政 要知道 嬴政登上秦王宝座的时候 才13岁 按照惯例 男子未成年之前 是不能轻政的 而且秦庄相往在临死前 曾将年幼的嬴政 托付给了吕不韦 希望吕不韦继续扶持他的儿子 后来嬴政还称呼吕不韦为重父 这是一种无上的尊臣 于是嬴政在没有轻政之前 只能把朝政委托给 与他比较亲近的吕不韦和太后 可拜前两人短命的亲王所赐 现在的太后比较多 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 首先是嬴政的亲生母亲赵姬 尊称为帝太后 其次是嬴政的养祖母 华阳太后 最后还有嬴政的亲祖母 夏太后 而这三个太后当中 实力最强的 就是有着楚系外戚势力的华阳太后 他身边聚集了众多能臣 而且他还和吕不韦关系匪浅 曾经一起将子役送上了亲王宝座 紧跟其后的是夏太后 他是来自韩国王族 是韩系外戚势力的代表 最后才是帝太后 毕竟赵姬这是来自赵国的豪门大家 并无王室的血统 所以赵姬势力就偏弱 最开始的时候 赵姬只能依靠吕不韦 谁叫他们之前是老乡的好吗 从秦国当时的势力划分就可以看出 在嬴政未清政之前的十年时间 强大的秦国国阵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 是掌握在以华阳太后为首的 楚系外戚势力和吕不韦的手中 当然在军事上 他们依旧重用老将 秦国在诸侯各国当中 实力依旧是首屈一指的 这当然要归功于秦国之前的变法强国 以及立任君王的努力 而年上的嬴政 在清政之前 主要的任务就是血情 他非常兴奋 吕不韦也为他找了不少老师 史书对嬴政二十岁之前的少年生活 描写的极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 秦国没有大事发生 相反在嬴政清政之前 秦国各大势力之间的尔虞我诈 明政暗斗非常激烈 公元前242年 嬴政的弟弟陈角出世韩国 拿回了百里之地 要知道当时的陈角才15岁 15岁就能立下如此大的功劳 确实是了不起 陈角这个名字 虽然在史书上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 但是历史上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 他曾经是嬴政最强有力的对手 从小就在咸阳城长大 也只比嬴政小三岁 在嬴政没有回到秦国之前 他就是紫义继承人的最佳人权 根基深厚 知识他的势力也非常强 不过后来嬴政从赵国回到了秦国之后 一切都变了 这其实就是拜吕不韦所赐 不过即使是嬴政登基为秦王之后 在没有清政之前 陈角依旧是有机会翻盘 只要为秦国立下的功劳足够多 那么他取代嬴政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这么一分析 事情就清楚了 实际上陈角15岁取得了百里之列的功劳 是韩国主动撕毁他的 目的就是让陈角立功 韩国为什么要送功劳给陈角呢 很简单 因为陈角是韩国公主所身 他背后最大的依靠是夏太后 夏太后也是当时韩王的家人 所以夏太后出面 让韩王送点地给他 作为交换 等陈角当上秦王之后 必当是重重回报 当时的韩王就化身风头 投资给了陈角 前面说过 韩系外戏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夏太后 他们苦心经营了多年 一心为陈角铺路 为的就是将陈角扶持为秦王 可是后来赢政上位了 他们的目标就变成了让陈角取代赢政 可遗憾的是 这样的行为 不仅是动了女部的奶酪 更是动了以华阳太后为代表的 楚系外戏势力的蛋糕 所以从势力上来划分 陈角面的敌人太过强大 前途坑也 在公元前240年 对于陈角来说是不幸的一年 他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 因为夏太后突然去世了 韩系外戏势力失去了领军人物 只剩下陈角的母亲韩夫人了 韩系势力变中之后 立马就成为了打击的目标 第二年韩系势力遭到了清洗 陈角被迫在领军经过照顾的途中反叛 因为他明白 如果会到咸阳 其前途必定悲惨 所以无奈之下只能反叛 好歹暂时还有一处容身之地 最后迁徙到了领桃 史称陈角之乱 史记秦始皇本系记载 七年夏太后死 八年王帝长安军陈角将军基兆 反死屯流 从史记的记载可以看出 头年夏太后去世 紧接着第二年陈角就反了 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两件事必然有着某种警律的联系 陈角之乱被评判之后 韩系外戏势力 基本上就被瓦解了 夏太后的韩系势力虽然凉了 但华阳太后的储系势力 以及帝太后赵基和吕不韦 谁都不是沈流的人 等待嬴政的 是更加艰难的轻政之路 那么他是如何扫除障碍 成为真正意义上秦国的王呢 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落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